大家好 我是徐明哲 歡迎收看多空奇盛 那麼今天價格指數延續昨天的氣勢 開高之後震盪網上挑戰9000點的關卡 那麼今天的成交量擴大到了900多億 很可惜不到1000億 但是沒關係 因為我們的古王大立光 再寫歷史新高 那麼我相信很多的投資朋友 在這一陣子的行情裡面 你會看到我昨天的講法 真的是讓很多 不論是做多 或者是做空的投資朋友 都開始拉高警戒了 因為當整個量能一來 不管是對於做多也好 做空也好 他都有比較大的方向 那麼過去整理了17天 那麼在高點9022點 整理下來第21天 剛好做一個定點的轉折 那麼我們昨天看到外資 期貨的多單拉到了28000口 也是準備完大的 所以我們在這一陣子裡面 終於可以擺脫這個 比較沉悶的盤勢 那整個邏輯其實它並沒有變 就是這一波外資在台股 大買了這麼多的現貨部位 到最後他發現了流動性的陷阱 已經開始跑出來之後 就必須要往上再衝 所以當你今天看到大力光 往上再創波段新高 歷史新天價 你應該會非常的清楚 這種法人持股的股票 一旦鎖馬 大概就是往上再衝 沒有什麼大問題 像3529的力旺 早上雖然打到跌停板 可是問題是政策歸政策 股價歸股價 股價如果會飆 當然是漲到293塊半 對不對 所以這一波很多在強的股票裡面 其實中小型的高價股 包含了很多 那我們回歸到大盤 今天的預估成交量如果順利的話 尾盤如果擴大到900億之上的話 那麼今天的量 還是需要再做一個補強的動作 但是關鍵不在於這個禮拜 關鍵是在於下個禮拜 下個禮拜就是日K線的轉折上面來看 昨天是從高點起算 9022點 下跌以來的第21天 剛好轉折往上 漲了100點 那麼回過頭來講 從低點如果起算 這一波在季線這邊 來 先來到大盤 大盤如果從季線開始出發 這一天8671點 如果你往上算 今天是第19天 那麼下個禮拜一 是第20天 禮拜二 是第21天 那麼以肺勢係數轉折來看 下個禮拜二或者是禮拜三 它的轉折的方向會比較大一點 當然現在市場上的氣氛 非常的熱鬧 那麼我站在保守的這一方 我也覺得很高興 因為貪與怕 它必須要發生某一種狀況之後 它才比較容易顯現 過去在成交量不到700億的情況之下 你每天看到這個盤 開盤就收盤了對不對 你不會有什麼大感覺 但是問題是 當整個成交量放大出來 我反而會比較高興一點 至少前一波如果你真的手上 有比較弱勢的股票 那麼這一拖 趁著大盤反彈上來 你可以借機 在這一陣子混水摸魚的情況之下 因為我今天看到 連最弱勢的高價股 都出現了大漲 而且漲停板 那我就可以很清楚的告訴你 這一波的資金 到後面已經開始去搜尋 那種波段最弱的股票買 就表示漲勢或許在下個禮拜 就可以到達一個大轉折的地方 所以我們這陣子在談大盤的時候 其實怎麼越講越快 越講越興奮 因為終於出量了 我們在等的就是量能而已 那麼5月21號我談過一件事情 我說當大盤來到8900點 成交量竟然不到700億的情況之下 那麼對你來講 這個叫自息量或是退潮量 以位置上面來看 這個叫退潮量對不對 所以我說過這一波 如果真的要往上攻 多頭有沒有10萬大軍 我不知道 但是把量放出來 這個才是真子彈 所以昨天大盤往上再攻 漲了107點 成交量只有862億 以技術型的上面來說 它還是補量不足 所以回過頭來講 來 今天大盤往上收 漲了38點 正式收上9000點 整個成交量是961億 OK沒有什麼大問題 所以 往上再攻的過程裡面 下個禮拜就是完大的 就是完大的 因為我們講過了 這一波如果只是往上做墊高 外資的目的就只有一個而已 就是把量給做大 要不然在8900點 陷入流動性的陷阱 它手上這麼多的現貨部位 它不滾量 它是不行的 所以回過頭來看 今天大盤漲了38點 決戰多空 下個禮拜就是大行情 而且我給你寫三個字 我好久沒有寫這三個字了 完大的 真的是完大的 來 那麼大盤的部分 注意來看 大盤的部分 現在往上墊高到9000點 收在9008點 對不對 9008點 漲了38點 那麼加限指數 並沒有越過9022點 波段最高點 但是 下個禮拜一或禮拜二 它一旦創高 大盤的部分 就必須化解什麼 兩道關卡 第一道關卡 當然是大家念知在知的 所謂成交量的問題 這一波我們會看保守 也是一樣 來到相對的高檔 如果量能補不出來 沒有辦法做真突破 那麼 我們所設定的多方條件 它並沒有成立 投資朋友 你應該記住一個觀點 價它並不是問題 量才是關鍵 量才是關鍵 所以我們在520的時候談到 我說這個地方如果量說做突破 它並不叫真突破 對不對 突破失敗會有一個風險 過高之後 大白人會出現指標的2度背離 那麼昨天第21天 從高檔起算第21天 定點做轉折 剛好突破下降反壓線 對不對 這個東西沒有什麼問題 就是做價嘛 把量給做出來之後 價給做出來 那麼今天再往上 平了一個短波段的高點 準備挑戰9022點 如果你從這邊開始起算 今天是上漲的第19天 高檔下來的21天轉折已經發生了 它是往上走 所以第19天 20天 21天 下個禮拜二之前 下個禮拜二之前 如果第21天往上創新高 那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這邊跌1 2 3 4 跌了4天對不對 多方用了21天才能夠過高 以技術型態上面來講 這個斜率大於這個斜率 當然很多人會講說 既然這個斜率 空方的斜率大於多方的斜率 如果沒有補量做化解 是沒有辦法過的 這個是沒有問題的 即使突破它也是假突破 所以下個禮拜你要特別注意 來放在這邊 大盤的部分注意聽 9022點它一旦往上創新高 一旦往上創新高 台股會變成世界第一強 什麼意思 不管你看美股也好 亞洲股市也好 能夠去創這個大波段的高點的 我看台股是最強的 台股是最強的 可以往上做墊高 準備挑戰9022點 波段高點 雖然以波幅來看 我們還是 在3到5年之內還是輸給美國 但是就近期的表現來看 我們應該是全世界最強的股市 這個沒有什麼大問題 所以要特別注意喔 下個禮拜多方的條件 有三個 第一個 補量1000億到1300億 而且不是一天 是連續三天 那麼三日一創高 必須要化解指標的背離 因為之前高檔一度背離 就直接做修正 如果高檔出現二度背離 就會比較麻煩一點 當然 還有一個取決的要件在哪裡 外資必須連續大買 如果這一陣子外資很用力的做多期貨 跟做多台股的現貨 那麼我希望在下個禮拜 當我們看到大盤創新高的時候 外資不要手軟 還是要繼續的往上攻 這樣子你才能夠把整個大盤的氣氛給炒熱 然後呢 讓你手中的持股 有一個化解流動性風險的危機 這是我們個人的看法 所以針對電子股 它還是主流 並沒有改變 所以電子指數在往上創新高 大家要特別留意 為什麼我說 下個禮拜真的是完大的 因為 不管是大盤也好 或者是電子股也好 都來到了一個臨界值 什麼意思 來 我們之前在講說電子指數 從2月5號起漲 漲到第74天 就是昨天對不對 創的短波段新高點 我說高檔三度背離必須要做化解 而且它只能進 它不能退 對不對 今天是電子股上漲的第75天 好 這一波處於三角收斂上緣的往上做突破 但是量能也沒有放很大 並沒有放很大 它持續做滾量的動作 所以要注意 放在這邊 就日K線上面來講 連漲了75天的電子指數 週限漲到第16週 那麼它有兩個挑戰 第一個叫週限頸線的反壓 第二個叫做指標的三度背離 就日線來講 所以下個禮拜的條件也是一樣 電子指數必須要3天 一創高加補量 那麼只能進不能退的情況之下 當然這幾檔指標股必須再衝高 必須再衝高 那你會說 哇 徐老師 這波電子指數漲了16週 還有沒有機會漲到第21週 我說當然有機會 只要量能放出來 都沒有什麼大問題 對不對 所以我們在談電子指數的時候 其實我常講一個觀念 指數歸指數 個股歸個股 但是大方向你還是要先知道 這個波段來到這個位置 你該怎麼做動作 我就舉個例子來講 像我在2月21號的時候 我談過技術型態 我說過了 技術型態整理得越複雜 後面的力道會越強勁 對不對 我2月25號再跟你補充 我說高價股會有一波的行情 有沒有 有啦 因為當時的量能已經放出來了 那後面我跟你補充 我說我2月27號談過一件事 我說這個354.28點的高點 它一定會過 那重點是誰來帶 對不對 我當時講大力光在1400塊錢 你現在回過頭來看2000塊 哇 不得了 漲很多對不對 年發哥在481 它最高點漲到530 也漲了一大段嘛 所以這邊做突破的時候 是由正規軍來帶 既然它是由正規軍來帶 就代表我的設定快來了 以電子指數來講 來 電子指數今天再衝波段新高點 對不對 253.85點 253.85點 就在這邊 253.85點 那麼距離波段高點 354.28點 其實僅差一步之遙 就差1點多大點 那你會說 徐老師那差1點多大點 真的電子指數也是往上墊高了 最近好像有在補量 沒有在量縮了 那接下來該怎麼看 接下來就非常的精彩了 注意聽喔 來 電子指數這一波 做了一個三角收斂 上升的三角收斂 在2 3分左右 開始往上做突破對不對 我在這邊告訴你 這個高點它一定會來 對不對 目前已經差了1點多大點 就準備來了 但是來了之後 要怎麼走 就很關鍵了 如果它沒有辦法 補量到週量5800億 聽起來看起來有點遙遠 對不對 週量耶 如果電子指數的週量要5800億 代表1000 一天大概要1000億 在電子股這邊 在電子股這邊 所以衝關一定要補量 而且只能進它不能退 為什麼我的條件設定了這麼嚴格 主要有幾個因素 第一個 如果這是一個大景線上面的突破 那麼必須要克服這一段的反壓 那麼這一段的反壓 你把量能對下來 你有沒有發現說 當時台股在9859點 整個成交量擴大到每一週 幾乎連續四到五週 電子指數它的週量都有5000億 就代表什麼 在這邊的反壓量 雖然這麼大的形態有做消化 但是它如果真的要往上做突破 必須做一個對稱量 這才代表說 電子指數要去越過這個波段新高點 它是來真的 所以我車標跟你寫下個禮拜絕對玩大 而且玩很大 重點在哪裡 重點在這邊 這一波電子指數往上走 從2月5號開始起算 今天漲到第16週 這個禮拜收週限了 沒什麼大問題 上漲是第16週 那麼第16週還沒進入 廢勢係數的時間轉折 可是問題是 現在指標是創新高 現在有兩個前提 一個來到景線就直接過 就去挑戰更高層次的境界 譬如說聯發科或者是大力光 或者是台積電 再去寫新的境界 這個是有可能的 如果以目前的架構來看 但是它如果來到景線 攻上去量能跟不出來 有機會做一件事情 什麼事情 由於這是一個上升上緣的突破對不對 突破之後它如果做回撤再攻 那麼這個指標一樣 還是可以再過高一次 所以就週限的指標來講 電子指數沒有什麼大問題 所以下個禮拜關牌的重點在於哪裡 電子指數再往上攻 攻這條季線之後 能不能做補量 尤其是像之前這樣子的補量 最好比這個週量再更大 如果它衝關補量 就只能進 不能退 所以我們這一波一直跟你講說 三大指標你拿起來看 台積電上個禮拜五 平新高 那麼聯發哥比較弱一點 回撤月線 今天是大力光來撐盤 創了波段新高 那大力光創波段新高 我的看法就比較保守一點 因為我覺得 大力光它屬於籌碼 真的是相對少的股票 雖然它今天往上創波段新高 來 但是成交量就有1437張 雖然很貴 就是一張要200萬新台幣 但是問題是 由於它的總量比較小 所以它沒有辦法帶起大盤的量能 最重點的兩檔股票 一漲叫台積電 一漲叫聯發科 那聯發科今天為什麼翻黑 這個就有趣囉 對不對 所以等一下休息完略之後 我再告訴你 我們測標有險 你準備拉滿工 漸上旋了 接下來高價股 一旦出現敗筆 那麼有相當大的價差 可以賺 去家之後 我馬上回來 去家之後 我馬上回來 好喜歡就在這裡 五十七瓶大四方 原始雅院 專業的研究團隊 老師犀利的見解 為您洞悉股市的大小事 給您最中肯的建議 給您最明確的方向 選擇高新讓您放心 選擇高新讓您坐擁高新 高新投庫是您唯一的選擇 02-2717-5567 02-2717-5567 頭痛 請用 五分珠 來回到現場 那麼這三大指標 要下個禮拜特別的盯緊 第一檔當然是聯發科 我們談過 低檔爆大量 高檔也爆大量 它能不能再創新高 絕對是關鍵中的關鍵 因為它有量有價 而且是法人高持股的股票 當然這一陣子聯發科的走勢相對弱 之前我畫了一條線 我說你在這邊漲停板買進去 或者是在這一陣子去買500塊以上的股票 在聯發科的部分 它應該是全速套勞 你買在500塊之上 今天大盤即時挑戰 9220點準備去攻了 9220點準備去攻了對不對 它還是沒有辦法越過500塊 它還在月線附件做整理 既然它在做整理就代表 聯發科可能下個禮拜有機會 有機會動 但是它如果不動 就好像我說過的 高檔有人賣 也有人買 誰買誰賣誰是苦主 你去想就好 來 那麼第二檔股票當然是 精神指標台積電 這檔股票平新高 再來上個禮拜五 123元 最近還沒創新高 那麼 不管過高不過高 至少現在台積電要化解指標的背離 這一點很重要 所以2330台積電 今天收122元 下個禮拜能不能再創新高 必須要看 必須要看整個大盤的量能 我是認為 這兩檔股票以大力光跟 所謂的台積電還有聯發科來比 我說它今天動到大力光是 我覺得蠻 蠻意料之外 但是也蠻意料之中 意料之外的事情是 當它動大力光的時候 我不知道你會怎麼想 但是你應該會回想起過去 我告訴過你的話 我說大力光創波段新高 在攻擊的時候 如果你手上的高甲股沒有動 那就很危險 所以我比較不希望它動大力光 結果它還是動了嘛 來 那麼大力光1245塊我講過 對不對 我說比價效應才是重要 是天良跟漲停板 1320塊錢 但是漲完第一段 我說第二段叫掩護 很多的股票這一陣子在跌 你有沒有發現 就是因為大力光不斷的毒牆往上走 那麼今天有一檔股票漲停板 F立峰 那你說徐老師有什麼關係嗎 我當然有關係 我剛剛跟你講過了 這一檔股票從363 掛牌的時候直接拉 對不對 結果後面走盤跌盤跌 破底的股票在漲停板 那代表什麼 代表今天大力光你絕對不敢買 你絕對不敢買 就好像在這邊你不敢買大力光一樣 你會去買什麼 你會去買類似像這種 中段整理的股票 像立峰對不對 底薪完成準備往上攻 結果攻沒成反而破底讓你受傷 今天又來了 我就會比較擔心一點 真的我會比較擔心一點 因為大力光在創破亂新高 對你來講意義不大 但是對於你的精神層面來講意義很大 哇 股王都可以這樣子漲 那我手上的高價股 不就是真的要往上走 這是很多人會有的連結 但是問題是 你過高挑戰背離 你就要小心了 之前我說過大力光指標還在創新高 所以一定會再創一次新高 對不對 那今天他既然創新高了 下個禮拜大力光就必須再漲 要不然指標高檔一度背離 後面就有機會做修正 另外他這一波 我們不想要漲太多 股票沒有什麼漲太多 漲跌太深的 沒有這個回事 但是就量能上面來看 跟股價上面來看 他今天創新高2095元 就代表什麼 高價族群你要小心 你不是要很樂觀 你是要小心 因為過去這幾天 你不敢買高價股了 你今天才想衝進去買的 那麼就好像我們之前在講說 股票市場裡面很多的事情 你不一定會先知道 但是技術形態上面來講 會告訴你發生什麼事 那今天有一檔股票 他被收購了 他叫創捷 那這檔股票我之前也談過 我說高檔轉弱法人氣養 對不對 結果股價殺到破百 你知道嗎 因為他第一季財報不如一渠 從140直接跟你殺到破百 對不對 可是最近低檔直接V型做反轉 然後今天跳空直接往上走 外資要花143塊新台幣 把它給買走 大概股價會在這裡 股價會在這裡 但是你知道嗎 就這一段來講 這讓我想到什麼事情 如果你是這邊做多的 賣掉 然後低檔打下來有利空再接 上來又143 兩段可以賺115塊光一張 光一張 股票市場的高手何其多 你還是要先求自保 才能夠求勝 什麼意思 就好像說今天有人就告訴你 對不對 瑞玉的子公司創結賣掉了 然後如果你早上買不到什麼創結 你就去買瑞玉會發生什麼事情 你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早上開盤你去追 然後尾盤收在這裡 那這個讓我想到什麼呢 這讓我想到之前有一家 IC設計公司也是合併 叫做敦泰跟需要 那需要在合併之前 調整它的庫存 所以它去年第四季就虧損 兩根電梯板打下來 來放在這邊 第四季銀轉虧嘛 股價殺兩根電梯板到40塊四 結果直接做V轉到60塊一毛錢 這一天跟你公佈什麼 它要跟敦泰做合併 結果呢股價就在60塊這邊爆大量 然後往下殺到46塊錢 我看了需要之後呢 我就想到 那今天的瑞玉會不會也一樣 當然我只是覺得說 很多事情有人先知道啦 那瑞玉以股性上面來講還好 我覺得最刺激的是這一檔 對不對 單腳直接做反轉 今天暴力多 我看到這樣子的台北股市 我只有一句話要送給你 真的要送給你 來 真的啦 股市險惡 你要先求自保 然後才能夠求全勝 你不要為了三分力 要去冒七分線 其實我在處理 這一陣子 新進來會員手中股票的時候 我就說 你的股票已經陷入了流動性的陷阱 或是技術型在上面的陷阱 你知不知道 那很多投資朋友都告訴我說 許老師其實我知道 可是我就是有那麼一絲的火種 我希望說 他能夠因為接下來行前的反彈 或者是個股上面跌升的反彈 我能夠少賠一點去賣掉它 那我也都苦口婆心告訴他們說 如果按照我的規劃 大盤到三角收斂不是上漲就是下跌嘛 最好是上漲你可以少賠一點 但是有些股票已經高檔轉落了 就像我在放空台虹 我說我放空台虹 64塊錢對不對 後面跌停板 那後面我告訴你 他後面又破了小低點 昨天再破一個小低點 你知道嗎 8039台虹 今天大盤準備創波段新高 他有沒有大漲 沒有 還小跌一毛 2431的連倉 這種高檔報過量26塊錢空 來 今天收斷246有沒有漲停板 沒有 那代表什麼事情 代表說 如果我們選擇的標的 到目前為止都沒有辦法往上做轉牆 那你去想 更弱勢的股票該怎麼辦 所以我認為今天大盤往上創新高 準備創新高了 你反而要更去提醒你自己 趕快攤開你手上的股票 檢驗過一遍 如果他長得像8039台虹 那我請問你 他是強勢還弱勢 我相信你比我還清楚 那這些弱勢股該怎麼辦 我相信如果你做不了決定 我來幫你做決定 利用我們空軍起飛專案 跟我們線上助理做聯絡 下個禮拜絕對玩大的 好好的做把握 就可以操作順利 我們明天見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各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出自負負責房 浪費 Good 水回收利用 是美德更是功德 浪費不知珍惜 老天爺給再多也不夠用 你今天愛水了嗎 高薪讓您坐勇高薪 高薪頭褲是您唯一的選擇 0227175567 0227175567 專業的研究團隊 老師犀利的見解 為您洞悉股市的大小事 給您最中肯的建議 給您最明確的方向 選擇高薪讓您放心 選擇高薪讓您坐勇高薪 高薪頭褲是您唯一的選擇 0227175567 0227175567 新人熟患 鏡像便宜 增殖金磚 萬一首選 捷運 水愛 警官員 雙擊聯會 29760011 雙擊聯會 德國的這個 王嘎教授 他提出來的說 搖籃到搖籃的一個 金融的模式 其實是用這樣的一個 生態化的概念 也就是說呢 其實呢 我們將來 要讓它走入 一段階段 要讓它走入一段階段 我們將來